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因為有些事, 所以就提早回家 所以, 今集的井仔點看是在家裏做的 不過內容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說寶馬這個汽車品牌 當然, 井仔是一個沒有車牌的人 當然不是跟大家討論 究竟駕駛什麼車好啊 電動車、運輪車, 還是有車比較好呢 而是說寶馬在這幾天已經上了中國所有的熱手 寶馬這個品牌在中國上海一個車展當中 就出現了一次極度嚴重的辱華事件 更加就是說, 因為它是辱華 所以受到很多中國的網民、很多中國人的抵制之後 是令到寶馬的股價蒸發了150億 現在如果大家有看開一些內地網 小紅書、微博熱手、白杜鐵巴的話 大家就會發現, 有很多中國人都說 不會再光顧寶馬 甚至乎有些人 是直接把自己的寶馬車 撞掉它 究竟寶馬做了什麼這麼嚴重的事情呢 大家想想, 能夠蒸發到150億 究竟這件事本身的成本是多高呢 原來是出奇地低 是說寶馬因為30元人民幣 而令到他們損失了150億的市值 就算現在胡錫進出來去勸 大家要客觀點去看這件事也好 但是不好意思, 沒辦法 始終中國人, 包括我 我自己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都覺得寶馬做得太錯 而且, 寶馬不只是錯一次 是說一錯再錯 一而再再而三 去對我們中國人造成一種侮辱 除了今天會去說寶馬做了什麼之外 關於辱華這個題材 都會想去和大家深入去看看 因為很多時候, 經常都有一些西方人士 又或者一些黃人去抨擊我們就是說 你中國人玻璃心, 正常人怎麼會這麼小器呢 說你一兩句又說是欲華 說你一兩句又說要排斥別人的外資 根本中國人就是自卑 根本中國的心態還是在一百年之前 還是弱國的心態 所以, 每次都覺得自己被人欺負,被人屈 對於這個話題, 其實很多人不敢去碰 因為覺得, 可能中國人真的是玻璃心 不過絕對不是 去到最後, 井仔會有自己的解答在裡面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 訂閱, 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大家可以知道, 有時候你去會展 又或者去一些攤位的時候 一些有差不多知名度的品牌 都很喜歡去派一些 或者免費提供一些物品 又或者服務 今次寶馬Mini的展位 是說, 只要你到場便會免費提供雪糕 當時有一個中國的民眾去到拿雪糕 但是被兩名中國女性工作人員說 已經派完 其實派完便派完 老鳳一定有得拿的 有時候太遲去 或者人家準備得太少 沒得拿很合理 但與此同時 當時一個外籍人士 即是外國人 西方面孔的人士 去拿雪糕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兩個中國女性員工 是熱情去款待 立即從保溫箱那裏 去拿雪糕給對方 更加就是告訴對方 這個是什麼口味 這個雪糕怎樣吃 還教別人怎樣吃 那個態度是好到 餐在未餵對方吃 之後被拒絕的民眾 當然就上前去理論 就說 為什麼你派給外國人不派給我 其實這件事 就算大家都是中國人也好 你都心有不甘 你都會問 為什麼他有 為什麼我沒有 我早過他來 但是 員工就說 這是限量版的雪糕作為回復 而且這件事是拍完影片的被人看到 這件事已經被影片拍攝了 因為當時被人拒絕拿雪糕的人 他自己是拿著手機 拍足全程 由於有片有真相 所以 保曼Mini 立即上了熱手 再次點燃了中國的民族情緒 有網民評論就說 這種雙標的待遇 真的很無語 更加就問 是否外國人特工呢 就連雪糕的廠商也遭到起底批評 因此不得不發公告強調 他們公司只負責提供商品 未有參與活動 工作人員的行為與雪糕無關 工作人員的行為與公司無關 大家都想到 你說保馬派雪糕 但保馬本身也不是做雪糕 都是買別人其他品牌的雪糕去派 總之就雙重標準 外國人就好微好貌 差在未餵別人的 但是對著中國人的時候就說 不好意思 這個是限量版的 中國人沒有的 當然他沒有說到這句出來 但是這件事很差的是 第一 中國人去拿雪糕的時候被人拒絕了 然後外國人去拿的時候就有 然後輪到那個人 第二次再去問他 人家有 為什麼我沒有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都是再次拒絕你 跟你說 這個是限量版雪糕 如果在第二次的時候 你有寶派雪糕給人的話 可能也會有少少風波 但就不會去到 全中國的網民都這麼控洞 寶馬因為這次的雪糕事件 引發了空前的公關災難 Mini中國他們的官方微博 在昨天發表聲明說 真的道歉 不好意思 原本這個活動 是希望為大朋友和小朋友 送上一份甜蜜 因為自己內部管理不細緻 以及工作人員的失職 引起大家的不愉快 因此向各位真心道歉 並且檢討自己會改善管理 加強內部訓練 努力為每位朋友提供好的服務和體驗 再一次真誠向各位道歉 但這些道歉 是無法化解中國網民的不滿 有角色的批評留言 持續湧現 更加有國內網民 將那兩名中國女性員工 起底 對他們進行網報 社群熱議這次這件事 究竟是崇洋味愛 還是寶馬玉華呢 然後Mini中國 即寶馬有很多系列的汽車 今次那個就是Mini系列的汽車 在今天21日發聲明 各位誤解了 其實當時那兩位外國穴人 是寶馬的同事 他們胸口掩住了員工證 所以那兩位女性員工才會派給他們 但是當時拍片的那個 就不是員工 真是一個單純的遊客 所以就不派給他 希望大家對於今次這件事 可以多些寬容和空間 跟著 根據《南方都市報》的報導 一名的目擊者指出 雪糕事件之後引來了很多人的圍觀 一名做自媒體的女主播 當時正在展位進行直播 被寶馬Mini展位的女性前台工作人員 推走她 跟著這個女主播 就質問現場的工作人員 並且要求剛剛推自己的工作人員 要向自己道歉 跟著這個工作人員就厲害了 這件事就不得了 工作人員沒有道歉 不但更加叫保安 把那個女主播拖走了 還要用暴力拖走 跟著保安還要像黑暴一樣 是三幾個拿黑暴去阻止其他人拍照 跟著就鑑粗拿著布包著人圍著人 趁別人拍不到的時候 鑑粗就處理了這個女主播 並且說 有些少到消息就說 這個女主播連用來直播的手機都被人損毀了 有其他的目擊者就透露 現在這個mini展位已經撤走了不再派雪糕 根據經濟觀察網的報導 他們派的這隻雪糕分了兩種 分為單球和雙球 單球賣30元人民幣 雙球賣50元人民幣 現在這件事就令到寶馬蒸發了50億個單球雪糕 即是說150億人民幣 老實說 你作為中國人是一定生氣的 如果你說到明雪糕派了就派了 是不是 我就不相信 如果你有本事有能力入到車展的話 因為那個車展不是免費入場的 其實都是收費才能入場的 你作為一個你會付錢進去看車的人 是不是真的覺得 不派雪糕給你 你一定要罵人 就算真的有這些cheap精 單純就是派了沒有的話 十三億中國人不會跟你生氣的 但是這次有了鏡頭的時候 有了是第一身的片段 真的不可以拿來開玩笑 其實寶馬這兩個年輕的員工 真的不該聰明一點 無論做什麼都好 你看到大人物來的時候 你對他的態度一定要好些 另外就是 你看到別人拿著鏡頭的時候 也不該對別人的態度好些 現在互聯網世代 每個人拿著鏡頭 下一秒的東西會傳到去哪裡 沒有人知道 別人拿著鏡頭 你都在玩雙重待遇的 從來沒有想過別人會把這些東西放上網 而且這件事也不可以單純去怪兩個小姐姐 因為如果沒有上頭批准的話 他們都未必夠膽去做這件事 總之這件事整個畫面已經是差到不得了 中國人拿雪糕你不給我 外國人拿雪糕你給他之餘 態度不同 然後當中國人再去問為什麼不給我的時候 你又強調不給因為限量版 然後去到有主播錄影的時候 以及被人趕走 被人用暴力去推走的主播 他沒有做過任何僭越的行為 他沒有刻意去戒你輛車 伸手摸你輛車 只是在一個合理的距離 用自己的手機 也不是用一種圈蛙式的方式去進行滋擾 只是靜靜地錄下 再加上用一個正常的聲量去說話 但是都要被人推 被人推完之後 員工不道歉不止 還要叫保安出來 用暴力行為去攻擊自己 弄傷自己的手機 然後還要拿黑布 擺明是想包著自己 不讓其他人看到這件事 你想想保馬現在是說 一而再再而三 是對我們中國人進行侮辱 甚至乎就是保馬之後的解釋 簡直是我會這樣說 你事後喜歡怎樣解釋就怎樣解釋 你說那兩個是員工也可以 那兩個其實是小姐姐的男朋友來的 所以特意派給人都好 沒有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是 保馬的解釋裡面 他完全沒有提及到自己的行為是牽涉到辱華 也沒有提及到因為某些員工的錯誤行為 而令到中國人的深受到傷害 他沒有去道歉 他還是斟著在事件的細節本身就是說 其實大家誤會了我們這樣 我就當他派出一個狡辯的天才也好 我就當你所有事都說得通 那是否但凡你這件事說得通 就代表我們之前我們中國人憤怒的情緒 就是說 原來我們怪錯保馬利 那需要我們跪地向保馬利道歉 所以這件事已經不再是說 究竟那兩個外國人是甚麼身份的問題 而是說保馬是否真的重視中國人態度的問題 不是跟大家說幾個 如果我們誤會了你的誤會 就以為可以令到我們消氣 就好像有時候上班 你作為下屬的 有時候你知道某個項目的錯誤 某些死貓某些事情 根本不是自己錯也好 那你是不是覺得自己 必然就可以百分百抬起腰 指著老闆的頭來罵 罵他蠢豬猛餅 當然你有權利可以這樣去做 但是明天還有沒有得上班 你就自己想吧 有時候死貓哪個沒有吃過 以前做護士 每個人都吃過死貓 有很多事情有苦自己知道 不過如果你每樣事情都想著 據你力真的話 那你就變施古者 就被人踢出效 所以有時候是說態度 就算一件事 可能真的你沒有錯也好 這個之後再去想 但第一時間就是 究竟你是否真的有個態度 希望擺平這件事 先說你是單純就是 其實態度就沒什麼 我單純是希望澄清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想著懲罰我 那種不知所謂輕挑的態度 有時候態度這些事情很重要 做人做事做企業都是一樣 更何況這次是牽涉到國家尊嚴 而且保馬Mini是說的 等到這件事鬧到很大之後 還是用一種推卸責任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 而不是坦誠爭率去面對這件事 因為這次這件事 其實跟以前李小龍那套電影 華人與狗不得內進是一樣的 還有其實這次這件事是更加過分的 因為以前李小龍那套電影 華人與狗不得內進是說當時就未是新中國 當時的政治環境 中國仍然是被列強瓜分 所以有時候沒有辦法 但是那時候是舊中國 現在來到新中國 在中國上海 上海是一個什麼地方 不需要說這麼多 在一個車展當中 居然是由兩個中國人拒絕派發雪糕 給中國人不得止 還要在另外一個中國人的面前 向外國人欠微 並且說再三確認之後 他們仍然堅持自己的態度 這些是何等侮辱的存在 就算你說請回來那兩個派雪糕的妹妹仔 和寶馬的本公司 真的沒有任何關係都好 沒有辦法的 有些死貓你是吃了就是吃了 因為鬼叫她是代替你公司宣傳 代替你公司派雪糕嗎 可能寶馬的高層寶馬的CEO 完全不認識這兩個女孩 有什麼好奇呢 但是你做得CEO 這些錯你就要出來認 還有我想說 寶馬這間公司的公關 是差得爆 如果我是有份做寶馬公司的公關的話 其實我是猜到一定會有人過來拍片 甚至乎可能會有人過來做一些過激的暴力行為 但是這樣又如何呢 不是說你要找保安用拳頭去打人趕走別人就有用 反而就是你既然知道一定會有網紅臭熱度過來刁難過來搞事的時候 反而就是別人越是刁難你 你越要拿出誠意去透過別人的鏡頭 透過一個並非跟別人串通的鏡頭去道歉 以及承諾就是會拿錢出來換雪糕給更多人吃 還有就是說這次一定是要拿錢拿很多億出來 光顧中國品牌的雪糕 然後再由中國的員工去派發中國品牌的雪糕給中國人吃 甚至乎就是說在上海的車展你要派 哪裏山區有貧困兒童的時候請他們吃雪糕 不計成本 因為畢竟現在寶馬做錯了件事是傷害了13億人的心 所以就算你會覺得這些好演戲也好 但是有時候誠意的事 如果你不願意去做的話 別人就覺得你沒有誠意了 就算大家都知道 寶馬是為了繼續留在中國市場才派雪糕 這些做法很噁心也好 但是我們中國人也是那句的 入屋叫人入廟拜神 雖然就算你入屋叫人也好 不代表你真的很尊敬這個人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入屋連人也不叫 但是現在寶馬就不僅是任屋叫人 還要指著主人家用粗口罵他 叫保安用黑布圍著那個人 又要把人的手機丟掉 你想想華人與狗不得內盡之後 還要出來打人 你是中國人你生氣嗎 所以寶馬這次完全是自作自受 我完全不覺得他是無辜 明明第一次你也有機會可以進行補救 他們不補救不止 反而就是變本加厲 用諸多沒有誠意的藉口 以及用暴力去趕走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之後 令到那麼多人對保馬不喜歡的話 反而是會令到國產車的發展會更好 因為有時候為什麼那些人要買保馬呢 明牌咯 買完之後落到去南貴方 讓那些人看到我還不大殺四方 反而現在保馬就成為了恥辱的象徵 不買保馬 但是既然都要買車的話 這件事也觸發了我們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更加令到我們明白 我們就是要團結一心 更加就是說應該要去支持國產車 不是說外國外資不可以進來中國賺錢 但是你不懂得尊重中國人 事後補救毫無誠意的企業的話 中國人是會用他們的消費 用他們的錢去作出投票 作出自己的選擇 今次這件事不僅是給保馬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亦是說給這個世界其他的企業 只要你是外資 你要進入中國市場的話 你一定要注意這件事 當然在香港這個比較扭曲的地方 就有點不同 因為如果這件事在香港發生 可能就不會鬧得那麼嚴重 因為黃人可能隨時是支持保馬這樣做 他們就會覺得中國人配什麼吃雪糕 中國人什麼都不配 雪糕應該要給偉大的英國人去吃 其實今次有這麼多中國人情緒激動 是一件好事來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 究竟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情緒有多麼高漲 去到將來台灣事件 甚至有一天有機會跟美國打對台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中國是不乏絕對忠誠和支持國家 甚至是願意為國家而犧牲的動良 但相反大家留意一下 像台灣、像美國、英國那樣 他們的人民是極度自私 是單純活在自己的圈子裡 無論自己的國家 遭受到任何的侮辱 或者打擊 或者不尊重也好 就是覺得 你死你事 最重要的是電費不要交太多 最重要的是自己有工法有工作 我告訴你美國怎樣被人侮辱也好 都不理你 甚至台灣人都說得明白 蔡省長被人罵? 罵飽他 不關我事 蔡省長被人罵? 最重要的是不要突然抓我當兵 所以這次是國力的象徵 也是軟實力的表現 當其他國家看到 連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中國人都能夠這麼齊心 你想想 你將來夠不夠膽去挑戰中國? 夠不夠膽去挑戰中國這個經濟市場? 無論做生意也好 或者將來去到武力衝突也好 中國人都是最有向心力的人 中國也是最具有向心力的國家 試問一個這樣的中國 將來又怎會不好呢? 我們除了人才仔仔之外 以及現在我們眾多的基建 我們眾多的 無論是硬件實力也好 軟件實力也好 每樣東西都會慢慢上升 接下來就和大家說一下肉華這個問題 有很多人說 你中國人玻璃心 少少東西都在肉華 你看看西方有沒有那麼多東西 人家整個國家被人笑 被人用核彈炸起來也好 又是這樣 根本中國就是小器 根本中國就是自卑 這跟我剛才所說的向心力是一樣的 很多人外國人 他們根本不以自己國家為榮 他們不重視 就覺得可以拿出來惡搞 甚至乎他們自己的人 都很喜歡 但凡有什麼電影拿個白弓出來炸一下 先不要說到國家層面那麼高 我們用回我們廣東人 我們香港人的一個例子 一說大家就明白了 我們香港人說粗口 有四隻字就特別喜歡問候人家媽媽的 正常我們就不會把那四隻字說出口 就算有些人說粗口 唯獨是那四隻字是不說的 因為無論你對誰說也好 都是太過侮辱性了 因為我們中國人有血性 我們都是孝順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能夠說 你可以罵我 但是你不能罵我媽媽 所以但凡那四隻字的粗言 說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打打架 但是對於外國人來說 他們的家庭觀念不重 甚至乎 他們根本就是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媽媽被罵是媽媽的事 甚至乎外國人當中 他們自己都沒有孝道這個觀念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不是說我們中國人玻璃心 是我們中國人 真是很尊重自己國家 我們真是以中國人為榮 所以為什麼 就算你說電影 說你要描述有些很恐怖的邪惡勢力 怎樣到處去做破壞也好 你可以炸很多大樓 但是有某些政府機關 有某些地方是絕對不容 讓你作為戲劇模仿去表達的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太過尊重了 好像這樣說 為什麼很多時候電影 就是以基督教 以天主教為例 你明明有些宗教的物品 你可以用來侮辱 你可以用來爆炸 但是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電影 是說會去炸了類似的物品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知道 西方世界 又或者中國 香港也好 都有很多人 是讀基督教和天主教的 一旦你的電影去到就是 不管是你有心抹黑還是無心 但是你牽涉到一些極度敏感的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題材的話 那些教徒是真的不會跟你說笑 所以西方的人 其實他們都明白 有什麼禁忌不可以去觸碰 但是他們偏偏就是說 當我們中國人行守著自己價值觀的時候 就被人說是小器鬼 其實他們這些完全是雙重標準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去到最後跟大家說幾句 可能大家都發現有點不妥 會覺得井仔的聲音 為什麼是乞丐這麼低了 因為我這幾天吃了中藥 沒錯 我身體上來說是覺得舒服了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 咳嗽的問題也是停不了 為什麼今天會提早回家 是因為回家吃了一點西藥 頂住一點點 如果不是 我剛才的情況很誇張 連一句正常的說話都說不到 咳嗽到完全沒辦法錄影 所以唯有回家吃一吃西藥頂住 我也明白 我又不是說中藥無用 中醫無用 但是有時候 在沒那麼快見效 再加上咳嗽這件事 直接影響錄音的狀況之下 所以唯有要吃著西藥頂住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會盡快調理好自己身體 好了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